Sub不太,Sub是按下去自動執行 那Function的話呢,當然就是插入函數 那我會希望在哪裡呢?使用者定義裡面會出現啦 不過現在是沒有啦,因為我現在剛剛好像把它清掉了 所以雲端上有這兩段程式嘛 在這邊嘛,Function 所以你往下找 剛剛的,這兩段,這一段 那它一定是一個Function 那這個所謂的Public啦,其實在這裡Public你不加也沒關係啦 因為Public值得是共用啦,要不要是給別的專案去共用 那理論上,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跨到很多個專案啦 所以基本上,你這個Public不加也沒關係 但是千萬不要改成 不分享,不分享就Private Private就是,它有一個Public跟那個Private 那Private就是自己適用,適用的話如果你加一個Private的話 那這個Function將來在插入函數也會看不到 因為它就不給那個Excel去做使用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講,不加 或者 或者是什麼加也真的沒有 在這裡其實是沒有影響 那我們這兩段程式 把它Ctrl C一下 那比如說我先 把那個效果,我們先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那一樣是加在 其實你加在上面加在上面,只要是加在哪裡呢 加在模組裡面的任何地方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就插入函數 會在使用者制定出現 有一個函數跟多重 函數的話呢,當然就是給一個成績 它會給我一個結果 像下填滿 那實際上 之前還是我前面講過了 反正它是一種互動 它跟你互動 所以基本上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然後要完資料呢 你返還到哪裡去 那返還就是自己本身 所以程式的撰寫 不畫路就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它的程式撰寫 應該也不難理解 第一個 一樣插入一個Function 所以插入函數 裡面特別注意 給一個 名稱叫 成績函數 那成績函數按確定之後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有效範圍 Public Public 你氣了不要改Private 竟然有同學 不知道為什麼 把它改成Private 他想要試試看 改了之後發現 奇怪 插入函數全部都看不到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如果插入函數的時候 前面的修飾 假設你不小心 比如說像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成績函數 插入 這個函數 比如說我們插入函數這個 Function Private 如果說你 我這邊有加一個 成績函數2 可是我前面是用Private 即便我現在 現在理論上 這個應該 如果說你不加Private的話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成績函數2 沒有看到 但如果你要看到的話 其實你只要 把Private 要不就是改成Public 要不就是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有沒有 我們有個方選 叫 成績函數2 這個時候你再試一下 基本上 成績函數2 出來了 可是後面什麼事都還沒做 所以你現在 也沒功能 按確定的話 裡面它也沒有引述 因為 刮戶是空的 所以也沒辦法 跟使用者要資料 OK所以這個地方 會有那個 權限上面的問題 OK 第二個就是說呢 那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那當然我就跟他要一個 平均成績 所以有哪個地方 跟他要呢 就刮戶裡面 跳出來 平均成績 這時候呢使用者會選一個平均成績給他 那 給 給他 就是選了之後的話呢 這個平均成績 有沒有 他如果選80分 那這個資料會存在這裡面 這個引述 他也可以儲存資料 把80分存在平均成績裡面 所以平均成績 他選80 這時候變80分 所以呢 再來我們就一負 有沒有 80分 是不是大於等於 60 如果是的話呢 那我就把合格怎麼樣 返還給誰 特別是 我們剛剛是直接丟到h 那現在是丟給他自己本身 因為這個 函數本身 也可以 暫存資料 暫存什麼資料 合格或不合格 那暫存之後呢 因為郵標是放在某個位置 某個儲存 所以他會把什麼 合格或合格 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這個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做完之後呢 合格不合格 那另外 多重部分其實可以 利用類似剛剛的做法 sub sub也做過啦 其實 一模一樣 Ctrl C Ctrl V 改哪裡呢 改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這邊改 本來60 改80 所以 其實 不過特別注意 你如果複製貼上之後啊 怕說有些同學 這邊改多重 可是這邊有些 有些同學 忘了改多重 反環 其實抓不到 為什麼 因為你上面有改 下面沒改 那就不對了 因為他漏接了 你已經改名稱了 結果你又去叫那個人的名字 他可能不理你 因為 改名字了 你怎麼還叫我 以前的名字 所以這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 做完之後當然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這個地方 多重 一樣 可以給他一個成績 他會自動幫我把結果給算出來 但是Function有個缺點 就是像剛剛有沒有 什麼加一些格式啊 加框線 在Function裡面 都沒辦法 沒辦法做到 Function就是 反正你給我什麼資料 我Return給你什麼資料 到那個儲存歌裡面 其他事情就沒辦法 所以特別做 Sub跟Function 各有優缺點 OK 所以 實作上面 我想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 如果你做完之後 那 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包含之前有 我的同學就說 老師可是我寫完的這些 Function 那寫完那個Sub 那我可不可以分享給別人 當然可以 不過你要分享給別人之前 Sub跟Function 他們的那個 分享的方式 恐怕你要特別注意 反正 兩種你分享給別人之前 你都要注意 第一個 他的那個 就是你寫完這些程式 那如果說對方 他也學過 VBA的話 他可能就可以看到你的程式了嘛 對不對 那你想說 這我很 想很久啊 我的智慧財產啊 這樣子就很容易讓人家看到 不太合理吧 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要讓人家看到 OK 你寫得這麼辛苦 對不對 所以要做保護啦 那怎麼保護 不過 不論是Sub跟Function 反正最後記得 你就是加個什麼 加個保護 保護喔 特別注意喔 如何保護你的程式 很簡單 一 切到VisioBasic上面有個 VBA的project 對不對 按右鍵 右鍵裡面呢 會有個 VBAproject的屬性 屬性的地方呢 會有個保護 有沒有 保護部分的話請記得喔 把這邊呢 鎖定 專案以供檢視 輸入密碼 記得喔 那個密碼字要記得喔 因為我都輸入1234 兩個確定 這個時候怎麼樣 其實我記得好像儲存 外面儲存其實就可以了 這邊有沒有儲存 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是外面這裡 所以你把它儲存 儲存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檔案 範例檔是xls 是2003的格式 2003以前是沒有區分 有沒有VBA 所以它都是xls 可是2007以後 它有分有沒有 xlsx 加一個m m的話 所以要不你 你可以 另存新檔一下 把它存成什麼了 這個地方 把它 存 另存新檔 比如說我就直接存在 我現在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位置 好了 然後呢我直接儲存什麼 儲存這個 儲存一下 那把它關掉 這時候當然你可以再 試一下 打開它 基本上呢 如果你開啟 在Excel裡面是沒有影響 可是呢 在哪裡會有影響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開啟那個 VBA的部分 那它會在那個 VBA的專案上面 之前我們是直接打開 可以看到模組 可是如果說呢 你已經鎖了密碼的話 那它會怎麼樣呢 第一個一樣要啟用內容 因為有VBA 第二個切到開發人員 之前是直接開了之後 會可以看到你的模組 可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都不給你打開 因為他 裡面有保護了 所以你 展開來 密碼 OK 如果對方不知道 亂起 密碼不正確 對不對 不過他好像沒有三次啦 他好像一直 一直可以讓你竄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破解 它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支 程式 一直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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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還好 他這個 防護好像還蠻高 他至少 像 64 還是128 美元 所以基本上要 要把它破解出來 好像有點難度喔 但如果輸入正確的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才可以看到裡面的程式了 如果沒有 不知道 那就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第一個啦 如果你要保護你寫完的東西 記得 在這邊把它加上去 按右鍵 VBA 屬性 保護的地方 這個要打勾 加密碼 那如果要取消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取消就倒過來 把這個打勾 取消 這邊刪除 這邊再刪除 按個確定 不打勾啦 然後呢 直接 這邊儲存一下 這邊也在儲存一下 你就在關閉 重開之後的話呢 那保護就取消了 你可以看到 OK啦 這裡我想各位 試一下 有關制定函數 跟那個保護部分 因為等一下會講到有關爭議期 OK啦 試一下